現在畫面裡的房子是我自己建造的 一座九層高的牧城堡 最近在上年來 我就把它當成藝術片來看待了 覺得它就是天空之城 用城堡來蓋根本就不安全 一咋喝就會 它一直都沒有菜 這也是讓我們政府非常頭疼的一個事 來吧 2018年4月的時候 我們這裡已經有20多戶人家 拆遷他們都搬走了 對這個拆遷補償不同意 只剩我們一家 鐵丁不想搬了 就把它建成自己的房子 2018年到現在 所有的木建杜都是我建的 防火火火是老瓦 那一然後就是領條腐蝕 必須要翻頂 翻蓋這個機會 在這個老房子上中間來 第二層和第三層 加起來有將近300個平方 一般年8月的時候就已經建了第三樓了 年底就建了那邊第四樓 一九年年年底就建了第五樓 一九年年年底就建了第五樓 建了就是我的活法建築 一旦拆遷的話 當然是那個 那個獲得更多的拆遷面積嘛 這個很自然的心理 好幾個斋子都有的 像我建房子都是 簡單隨意 百糧板的那種就是木結構框架技術 主要是靠那個就是螺絲釘打 固定 加這種斜三角 這樣來固定形狀 木棒用的最多 3000根都有 大那小小稀稀的 還有一個材料就是這個和生板 和生板鋪樓板 可能將近500張 無一種東拼西策 拼出來這個格局 一九年來談 那個把我算成正規房子 然後價格又合理 那我們都可以 但是他們沒有啊 當時的話 為了咱們這個 新意識文化旅遊城的 一個打造 所以說 我們又多次的到他家 說要拆遷他的房屋 他還是不同意 那他的口氣更高 要嘛就是150萬 由政府 買他一個城堡人口 那他現在還有 五個城堡份額沒有安置 那就是750萬 不可能達到他這個條件的 為了更抗風 壓這個水桶 一桶水就是 150-200斤 在上面七八層 還是有一點點那種 就是風吹來的方向 有點推的感覺 增加這個樓層的壓力 水也有將近可能2000斤左右 床鋪下面都鋪得有石頭 全部加起來估計有1000多斤 壓力大下鮮了那個後 趕緊就要擴大它那個收入面積 樓板下面再增加撐撐住 給它落實 遛了住了兩年 突然想蓋氣了就是還是想 有點冒險就是挑戰 像飛得更高的那種感覺 但是有那種精神 就是還是就像一個鳥兒住在半空中 先把自己的槽住得更高一點那種 那種一重千年後 跟上一層樓 這種文學意義和私意上的那種追求吧 風大很怕害怕很了 我們都翻一翻地欠 欠不住 哪個都欠不住 這兩年也喊皮了 好像也不想管了 所以它了 2023年12月底 建了七八九 我父母住平房一樓啊 我弟住南邊的第四樓 我住中間最高的那個八樓 建造部本來就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我的創造力的體現嘛 你守護我自己的夢想 就是我自己的一件藝術品 他沒有團隊 他自己就是一個團隊 他自己在包裝 他自己夢想中的城堡了 他現在可能拿捏這個流量的密碼 現在主題 永興堡風景堡 歡迎也到我這裡來看看 看看稀奇 你是怎麼想的 要把房子建到天空上面 我還是好奇建了晚 真的很夢幻 很夢幻 真的是在動漫裡面才會有這種構造 這個建築它是屬於未來的一項 其實好多人都有這種城堡的夢想 其實好多人都有這種城堡的夢想 對 他們自己受限制條件限制 無法來實施 看到這個房子也是看到我們自己的一些人生片段吧 享受自己喜歡熱愛的事情 現在有點小網紅了 差不多成了視頻創作基地了 我拍的是要把廠房的 開始了 發佈的多有一點攝影師拿開了 拿去參展 把他的藝術價值發揮到極致了 本身你是一個很沒有道理的一個事情 你非要說你是有你的 你是弱勢群體 要博取大家的同情 我覺得首先他的立場就是錯誤的 這個是兩維建築 我們也要根據程序 由直發部門逐步的下通知 最後再強行撤走 不要這個自己是偉大的 他證明他自己很很有本事 對我們的評價就是 用成本來蓋根本就不安全 一咋貨就費 說服了機子